當時看到這個時空 你把塑膠袋打開的時候 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就是長蠻區域的一個下半實體 那麼上半身呢 那時候剛好在這個水溝前兩百處 有一個廢棄椅豬寮 那在豬寮的某個角落 又發生一個黑色的塑膠袋 那上半體又是怎麼樣一個呈現狀況 你會看到一個頭部部分被塑膠袋套住 那其他手啊身體啊 都有多處的刀傷 那這個頭顱 你們把塑膠袋解開之後 有看到什麼狀況 這個面目全非啊 這個臉色都已經膨脹到不行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案件 很少是這種 藍腰鋸斷的這樣的一個犯案情形 只要把我們的脊椎部分鋸斷就好了 可能算是不太費工的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手法也有一個很可怕 就是你把它鋸開之後 這些脹氣啊都會外露 那是怎麼樣的人 可以用這樣的手法 藍腰來腰斬分屍 他的心理素質喔 讓人很難想像 嘿我在發現場 在內心直擊 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為主持人陳鋒德 講述殺人案件呢 經常會碰到肢解屍體的情節 那每一個案件啊 肢解的說法也都不太相同 最常聽過的就是把頭啊 手腳驅幹分別肢解丟棄 試圖去增加警方 偵辦上的一些難度喔 因為在過往的年代 DNA的技術沒有十分發達嘛 就算找到了手腳驅幹 也難以辨認出死者的真實身份 畢竟沒有頭顱 沒有這個臉 那哪怕到了現在 如果家屬跟警方呢 沒有找到DNA來進行比對的話 那麼要確認死者的身份喔 仍舊是十分困難的 那如果要更殘忍的話 當然也有像煙頭案 這個兇手陳家富 他把妹妹分屍之後 是把肉攪碎喔 沖入排水孔內 試圖要去陰滅急診 這一些犯案情節呢 相信我們的老聽眾們 肯定都還有印象 而這一集呢 我們要談談一個 比較少見的肢解手法 那能夠使用這種手法的兇手 兇殘程度以及心機 其實都遠超我們的想像 先來介紹本集的來賓 是桃園的平鎮分局 由於龍岡派出所所長 簡建忠 建忠哥你好 方德哥你好 各位聽眾觀眾大家好 我是簡建忠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案件 是發生在我歷任 桃園分局偵查座的時候的案件 好那這一次建忠哥呢 要來帶來的 又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案件喔 準備好的話 就跟著我跟建忠哥的聲音 進到案發現場吧 案件的起點呢 是從一個派出所的報案展開的 2013年9月21號 一個女孩子她急急忙忙的 跑到了桃園地區的派出所裡面喔 跟遠景說她的丈夫失蹤了 是怎麼回事呢 建忠哥 這件案子其實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們都還不知道 因為他只是一般單純的失蹤人口 案件還沒進到偵查隊來 那可是報案失蹤一個禮拜之後 還是沒找到人 也沒回來 那他就真的更急忙了 就直接跑來偵查隊 那偵查隊剛好那一天 是我值班 我就想說 那就好好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就把這案子接下來 基本上嘛 也要查他的行車軌跡啊 通聯記錄啊 帳戶金流往來明細嘛 發現都沒有動作 從9月19號那一天 完全人間蒸發了 是 他的老婆也是隔了兩天 才跟派出所來報案嘛 因為他原本跟老婆說 21號要帶他們全家去 跟公司員工旅遊嘛 所以他19號出門 到21號他老婆 要員工旅遊出門了 怎麼都還沒回來 所以他才去報案 好那這個目前失蹤的男子 叫做周國欽 當時是42歲的年紀 你們初步了解了一下 這一位失蹤的周國欽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背景 他老婆對他的了解 是說他蠻單純的 就是工作跟家庭 那他本身是從事在 桃園某大型工廠的電機師 所以上下班就比較正常 有時候輪夜班 早上回家 那他老婆也是屬於護士 那白天當然就不知道 他有沒有回家 或者什麼狀況 所以當時呢 周國欽他的老婆 也就知道這樣子而已 那我好奇那個時候啊 跑到偵察隊裡面 去找你們說 要尋求協助的就是周國欽的 妻子是嗎 妻子跟周敏的媽媽 全家都很著急 一般這種案件 我們比較少會進到偵察隊嘛 算是你們覺得聽完之後 覺得有啟動偵察的必要就對了 沒錯 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調閱了一下 這個周國欽他的一些金流記錄 也沒有去提款 那也沒有花錢 那我們有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聯嗎 會不會有用手機 其實派出所受理當下 就已經有調取他的通聯 他最後關機時間就是 9月19號21時左右 關機位置是在桃園平鎮 延平路二端那邊 哦 是 所以那邊算是一個 我們要查訪的重點就對了 沒錯 這是一個關鍵的一點 當時你們認為啊 周國欽失蹤了那麼久 是不是可能已經遇害了 家屬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這樣的推測 八球不離死啊 因為是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完全他們家屬也都沒有得到任何音訊 因為主要家屬 他們也有在臉書啊 或者周明他們公司的同事 也有幫忙分享 尋人歧視 不管是報紙啊 或者是網路臉書啊 都大量的釋放尋人這一段 經過一個禮拜還是沒有任何回應 大家都很緊張 了解 那在周國欽要出門的那一天 他有沒有特別跟家里面的人講說 可能他要去哪裡啊 因為他出門那天好像剛好就是中秋節 是不是跟人有約了 沒錯 那一天他就很單純的跟老婆講說 要去朋友家烤肉嘛 接著烤完肉他要去上晚班 然後隔天會回來 再接下來就是說 21號要帶家人去龜山島 員工旅遊嘛 是 可是他就沒有出現了 就消失了 沒錯 所以可能在這個烤肉的期間 或者是要去上班的期間 發生了一些意外喔 那目前我們掌握到的資訊 也就只有這麼多而已 那後續我們要如何來進行偵查呢 監視器嘛 我們就從他住家那天 離開家裡之後 他開的車到底往哪邊跑 一路追 就最後追到桃園平鎮 岩屏路二端那邊 手機關機位置 那監視器看到他是有停到哪邊 或者是開進什麼建築裡面嗎 完全沒有 畢竟監視器還是有一個空間落差 所以你不可能每一個巷弄都會造得到 那最後消失大概就是在 岩屏路二端那邊有一個社區停車場 入口處剛好有拍到周明的聲音 他下車是不是 他有下車 感覺就是等人的感覺 我們在查這件案子的時候 我們有去過他家 訪視看他的房間 那一些有沒有什麼 機震啊 什麼 通訊錄之類 剛好在 他的 電腦裡面 雅虎的那個信箱 剛好有看到一個 他就是一個通訊錄名冊 然後就剛好 Tiffany baby 然後桃園市平鎮區 去岩屏路二端幾號幾樓 當時就覺得 這個地點 真的要加強搜索 加強了解 一組人就趕過去 怎麼暗鈴都沒有用 仿視社區保全 他才說這一戶已經搬走沒人住 人去樓空 是 那他跟Tiffany baby 有這樣的一些信件往來嗎 其實周明他電腦有用指紋加密 我們只能從外圍的一些市政去看到 這個Tiffany baby有沒有任何的照片 完全沒有照片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字的一個通訊錄 然後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 Tiffany baby不簡單 他除了地點跟我們監視器調閱 最後有關聯以外 剛好周明他老婆也在旁邊 他說周明對這個Tiffany baby的英文名字 非常喜愛 也曾經叫他老婆換掉 換成這個名字 Tiffany喔 對啊 他老婆也覺得這名字怪怪的 這是蠻關鍵的一個通訊錄 好 那目前我們鎖定的這個Tiffany baby 以及一個地址 但是去那邊按的電鈴是 人去樓空感覺已經搬走了 既然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社區裡面有一些監視器 我們可以來看看呢 沒錯 所以我調了9月18號到9月22號 所有的社區監視器影像 足以過濾 我們當然會了解這一戶到底住誰 所以我們就跟社區保全要了住戶資料 陳豬仁是常瑞峰 那相對的我們也發現 這一戶實際居住是唐鷹 那也了解說他們兩個就是前夫妻關係 所以就開始從監視器追查 那你們看了一下監視器有看到什麼內容嗎 監視器不看還好 一看真的會嚇到 爛人毛骨悚然 看到他們把周明從外面再回來 扛到住家搭電梯回去住家 那時候感覺周明他就已經是全身無力了 意思應該他沒辦法自行行走 所以就感覺狀況不對 之後再接下來看又看到隔天他們 提了兩大帶黑色塑膠帶 從住家搭電梯下來搬上車 那兩大帶塑膠帶感覺就是很沉重 所以就覺得大事不妙 我們當時初步了解了一下唐鷹跟張瑞峰 他們有一些怎麼樣的背景嗎 你們初步了解 唐鷹他是一個大陸關係人士 他是從事護膚美甲的職業 張瑞峰他做保全 他是一個非常憨厚的人 兩個都沒前科 所以就覺得蠻詭異的 我這邊也來先補充一下 唐鷹當然是34歲的年紀 他其實是有大陸那邊的壯族協同 其實算是頗具滋色的 從2000年的時候透過仲介就嫁來台 跟張瑞峰結為夫妻 一直到2008年來到台灣的身份證之後 就拋棄了中國籍 隔年兩個人就離婚了 不過他仍然跟張瑞峰兩個人 就同居在去查訪的社區大樓裡面 就租在那邊 至於他們生的孩子 則是送到他們的廣西娘家裡面去 張瑞峰我們剛剛講的他是當保全 其實在高鐵的桃園站擔任保全 目前所知道的資訊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既然他原本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而且我們有看到失蹤的周國欽 曾經被扛了進去 他是沒辦法行走 感覺像是昏迷了一樣 那這個屋子裡面感覺是很重要的激震 我們有辦法進去裡面看看嗎 基本上我們進去之後 這個屋子還蠻乾淨的 他是一個三房兩廳兩位的住家 客廳走道然後再三個房間 乍看之下是沒有任何像那種犯罪現場的痕跡 結果是因為他們兩個已經把整個犯罪現場已經還原了 牆面該粉刷的粉刷地板有血跡的 該插該刷都刷了 可是那個地方曾經是行凶現場 相對的我們的感覺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切而不捨 他們重新粉刷一定牆面的牆角 牆角踏板我們就拆下來 確定真的就有血跡反應 那個血跡踏板主要是在走到那邊 還有從浴室排水管排水孔 那些有毛髮有血跡 那都是沒辦法第一時間仔細的清理 所以我們才認定他是第一個行凶現場 OK那你剛剛說在浴室裡面 給有這個血跡反應是在主要的浴室 是在外面的這個浴室是嗎 對是在外面公用的 那經過見識之後 以及這個血跡的比對 也確認這個血跡 確實就是這位失蹤的男子周國欽的 沒錯就是周明的 那這樣這樣子的話 我們目前透過監視器 以及這個車子 來去的畫面 我們有釐清了一個時間序嗎 比如說周國欽跟唐英他們 到底在從中秋節說要去烤肉的這一天 到他成為了兩代黑色樂的世代 被拖出來的這期間 有哪些行蹤是我們有所掌握的呢 沒錯 時序是很重要偵辦案件的一個資料 你必須要把你所有得到的資料 排出一個時序表 那我們也知道從那一天 9月19號 周國欽從住家7點多 開車一直往桃園平鎮 延平路那邊一帶 最後消失時間大概是晚上9點多 那晚上9點多 我們又得知這個社區大樓的詳細位置 在追查那邊的影像 從周國欽在那邊等他之後 沒有跟唐英直接進入他的住處 他們有開車去 中烈S買個探考 那買個探考之後 又把車開回來 停到社區旁邊有一個便利商店 門口 那周明那時候就下車了嘛 下車買酒 又看到周國欽被 被張瑞峰跟唐英扛回住家 這個時序 晚上又看到張瑞峰一個人手包住 又離開家裡 隔一天早上 又看到他們兩個戴的手套啊 一些垃圾啊清理的情形搬下樓 然後到了晚上又提了那兩大袋 塑膠袋 然後往著桃園觀音那邊去開 所以這個整個時序表 我們必須要每分每秒這樣逐一去比對 才知道他們當天的心中 所以我們才會確認到最後大體 也是由我們警方去找到 是 好那其實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經濟器裡面 有一點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張瑞峰他單獨到醫院去治療傷事 是治療什麼傷事 當時你們有去查訪嗎 這是一定要查的 我們跟醫院調了他當天的比例 發現他左手掌有兩公分的串刺傷 應該是刀傷啊 你也不能說串刺 就是劃傷那種感覺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 而且我們也要追查的證據 感覺可能是有打鬥或者是怎麼樣 才會留下這些傷痕 所以可能刀子也是我們要追查的一個重點 既然這個唐鷹跟張瑞峰涉嫌重大 而且他們也搬離了這邊的嘛 你們又採取了哪些行動 想說要把他們傳喚到案來說明嗎 這已經不能傳喚了 這已經要進行具體了 我們在報告檢察官之後 檢察官也認為這兩個的確是主要寫的演藝人 我們就開始追查 我們第一時間知道他們身份 我們就已經有申請拘票了嘛 然後通知警官啊 好死都死 他們已經在飛機上了 然後你們申請禁管的時候 他們已經飛出去了 對沒錯 還好長官幫忙 他們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 有請大陸那邊的警方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非香港 可是香港那邊的警察 他沒辦法幫我們逮捕 就由他們負責監控 可是那時候剛好香港那邊 因為大陸地區他們十一黃金手 非常多人 所以他們就失去行蹤 從最後我知道的時候 是由大陸公安那邊在唐映住家 將他們兩個逮捕 那到底遺體是丟去了哪邊呢 我們所知道的是 他是往桃園觀音的方向去開 可是這個嫌疑犯也還沒有找到 遺體能夠找得到嗎 還沒查棄到人 可以找到大體 的確是真的花了 偵辦人員非常大的力量 我們為什麼會找到大體 除了知道他們把兩大袋搬 離家裡之後 車子一路的軌跡到底開去哪裡 最後我們就鎖定那邊一個產業道路 怎麼能夠確定就是在那個產業道路啊 因為那產業道路前後都有監視器 在前後監視器 我們有用車輛行走時間去推算 他一定有停留 那在同仁的積極辦理之下 我們也求助 剛好產業道路路口有一個土地工 還有生命的保佑 我們才可以順利先找到下半題 在一個大水溝旁 把整個塑膠袋就拋進去大水溝裡面是嗎 對他那水溝其實就是一些灌溉用的水溝 還好那個水溝沒有水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這大體又沖到哪裡 當時看到這個西昆 你把塑膠袋打開的時候 看到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下半題它是從腰部那邊解的 所以看到的是一個 你根本分不清楚是大腸還是泥巴 就是長滿區域的一個下半肢體 也可以很明確知道 那的確是一個男性的下半身肢體 已經腐爛了 我們找到下半體 離它遇害的時間已經半個月了 那麼上半身呢 既然有下半身 那上半身會不會也在附近 當下我們都覺得是在附近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水溝 它的前後去加強收查 可是沒有收穫 可是這個區域是棄屍地 我們也相當的肯定 所以我們又再隔一天 再擴大追查 剛好在這個水溝前兩百處 又一個比較深處的地方 有一個那個廢棄豬寮 那在豬寮的某個角落 又發生一個黑色的塑膠袋 慶幸我們找到它的上半 那上半體又是怎麼樣一個呈現狀況 你會看到一個頭部部分 被一個塑膠袋套住 那其他手啊身體啊都有多處的刀傷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主要傷勢還是都是在上半身 了解 當時我們有辦法透過這個 可能已經有點腐爛 並且腫脹的屍體去確認死者的身份嗎 那時候沒辦法 我們是透過它的指紋 確認它的身份 那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點 是它的頭被塑膠袋 特別綁了起來 包了起來 那這個頭顱 你們把塑膠袋解開之後 有看到什麼狀況 這個面目全非啊 這個臉型都已經膨脹到不行 完全看不出樣貌 也有刀傷嗎 已經整個潰爛 有刀傷一定有刀傷 那種刀傷呈現的 已經不是我們剛畫到那一種線上 它都是已經腐爛了 你沒辦法計算 它那到底是多少刀的刀傷 就是整個爛爛的頭部 眉毛啊鼻子啊眼睛 都已經腫到整個變形了 你沒辦法再清楚去分析它 是 那我們現在目前找到了上半身 以及下半身 算是把周國欽他的遺體 都算是拼錯完全的 那這個實體我會覺得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是被燃腰肢節的 這種燃腰肢節的方式其實 就我們所講過的案件來講 其實相當的少見 當時研判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肢節手法呢 一般我們分解我 我可能直覺啦 就手腳軀幹這樣子分解嘛 那很少說直接劇成兩半的 其實從手腳肢節是用砍的比較快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用手腳 是因為後來我知道啦 他們肢節的地方是在浴室 那相對的你要肢節手腳 那是更要花很多時間 你從腰部直接鋸開 那種感覺就像鋸木頭啦 是這邊也是跟他強調 我們當然不是要說什麼比較快 什麼比較好 或者是這種肢節手法是對的 還是要跟他強調 任何的損壞屍體都是犯法的行為 都是有罪的 對都是有罪的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案件 很少是這種燃腰巨斷的 這樣的一個犯案情形 因為他們也都不是廚師 或者是也都沒有一些屠宰的經驗嘛 不過卻有膽量跟這個技巧 是把人體直接從骨骼最少的腰部來分飾 等於是說他只要把我們的脊椎部分鋸斷就好了 可能算是不太費工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來完成肢節以及氣勢 但是這個手法也有一個很可怕 就是你把它鋸開之後 這些脹氣都會外漏 我是很難想像的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說像我自己連雞都沒殺過 或者是連魚也沒有殺過 何況去殺人 然後你看得到那些場子 你能夠忍受嗎 所以是怎麼樣的人可以用這樣的手法 攔腰來腰斬分飾 其實是他的心理素質 讓人很難想像 對很難想像的一個素質 所以到底周國欽跟唐鷹 他們是個怎麼樣的人 其實到現在我們也還不知道 當時我們找到屍體之後 我們也有通知家屬他們來認識 看到這個遺體狀況 可能是我也崩潰了 他那個已經腐爛到 他們就算看到他們也不會 所以我們只能從身上的遺物 像手錶啊 他褲頭的腰帶啊 去給他家屬認 這樣對他們的傷害也沒有比較大 然後再加上我們事後的監視財政 我們才會告訴他這個不好的消息 我們警方除了要偵犯刑案 還要關心被害人家屬的心情 所以那一種情況 我們當然要跟檢察官建議 有必要親眼辨識嗎 沒有真的 你就算親眼辨識也是認不出來 了解 那到底唐英跟前夫 為什麼要殺害周國欽呢 唐英真的沒有涉案嗎 等到他們回到台灣之後 你們是怎麼質詢他的呢 我們質詢他們的時候 其實唐英她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細膩的女孩子 她非常狡猾 在我們詢問她筆錄的期間 她一開始都是否認的 她完全否認 沒有任何動手殺害 只是因為她的前夫 張瑞峰為了幫她報仇 所以才想要教訓周明的部分 那實際上 唐英到底有沒有涉案 在我們解剖周賢的身份特征 我們是有發現 因為周賢她主要傷勢 是在身體、手臂、背部還有頭部 所以我們就已經研判是說 他們應該不是只有張瑞峰一個人行凶的 因為一個人行凶 單純是一個面向去做行凶 可是如果有其他共犯 當然就是多方面向會有傷口 所以我們研判 絕對唐英也一定會有動手的地方 那可是她在第一次筆錄的話 我們請尋筆錄的部分 她還是堅持否認 她有說她的前夫是為什麼要替她報仇 是要報什麼仇嗎 前夫其實也知道 唐英有跟周明在交往 可是礙於唐英她有跟她前夫說 周明有強暴她 張瑞峰氣不過 所以才會認為她的前妻被欺負 基於這個要點 所以她才會做行凶的動作 好了上一集其實我們有提到這個傷勢狀況 當時我們看這個上半身的屍首 其實因為腫脹的關係 所以看不出來說 她的傷勢到底是怎麼樣子 可是後續經過解剖之後就發現說 哇這一個屍體她的頭顱 總共至少就被砍了有76刀之多 而且可以說砍得很深 幾乎都刀刀劍骨 包含到胸部以及雙手 都有刀傷 那她的眼睛也沒有緊閉 屬於死不瞑目的這種狀況 你剛剛還有提到一點說 唐英有跟前夫抱怨過 也就是這個死者有曾經性侵過她 我這邊有個小問題 那到底唐英前夫以及死者 三個人之間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唐英跟死者一直都有交往 而且交往了快三年 那張瑞峰其實她一直都深愛著唐英 所以對唐英的要求 或者是唐英的生活費 她都是無償的在提供 所以張瑞峰對唐英的感情一直都存在 雖然她們2008就已經離婚了 可是實際上都還有在交往 結束同居的情形 那當初怎麼會離婚 主要還是因為唐英 唐英她是屬於一個喜歡自由的女孩子 她不喜歡被家庭約束 她想過她自己的生活 想做她自己的事情 想交自己要的朋友 可是她就是沒辦法 一直受限於張瑞峰的 一個家庭的框架裡面就對了 對 家庭框架裡面 所以她才會跟張瑞峰所要求離婚 可是實際上還是有交往 她也願意跟張瑞峰繼續交往 然後一樣交自己的朋友這樣子 那等於是唐英除了跟前夫張瑞峰 有在同居交往之外 她在外面至少也還有死者這個男朋友 所以如果這個死者 曾經有跟唐英他們 彼此是交往關係的話 有一點我就覺得 聽眾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怎麼這個死者 會曾經性侵過唐英呢 這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當時有細問嗎 其實這一段你講的 我們也覺得匪夷所思 你都已經跟她交往了三年 然後在殺害她之前 認為自己遭受到她的強暴性侵 我跟她交往這三年期間 主要是有幾千死者十萬塊 礙於這個債務關係 所以才迫於無奈跟她交往 那前後的關係都非常的矛盾 都是她的辯程 是 那我們當時問這個張瑞峰 她都是願意去講整個案發的過程的事嗎 基本上張瑞峰她都是坦承所有犯行 甚至她想幫唐英扛罪 都說是她要求唐英去約這死者出來的 你們跟她接觸的時候 就感覺她真的是一個很老實啊 憨厚的人喔 那你們有怎麼樣想說勸解她 或者是怎麼樣去跟她講嗎 這是我們一定會跟她溝通的地方 她一個人要承擔所有罪行 她也是有她自己的考量 她考量到她跟唐英生下來的小孩子 未來父母親都不在 所以要由誰待 可是我們也跟她講 罪的嚴重性跟實際行為 當然都必須要付到法律的追究 所以最後最後她才有說 她應有幫助她一些 包含背部的刀傷 都是唐英所造成的 她是針對她的頭部傷勢 還有砍殺她的行為 還有腰斬分屍的罪行 都是她做的 在唐英那邊 我們第一次偵訊 是沒有取得什麼樣的進展的嗎 那後續我們移送到檢察官那邊 那檢察官應該也就將他們都升押了 然後也獲准了 那後續檢方那邊再一次去詢問唐英的時候 她的說詞有改變嗎 因為檢方她有提供相關的結果資料 也就是我剛說的 死者遭受傷害的面向有多方面進行 所以一個人是沒辦法完成的 在檢察官這種有證據激證 很明確的告訴唐英 唐英最後還是承認這八刀就是她看的 那其實死者致命傷 這八刀也有其中一刀刺瘡到心肺部分 所以也是屬於致命傷的 是 所以你們後來問唐英 她所講出來的這個犯案經過是怎麼一回事呢 唐英她的筆錄從頭到尾都否認 只有說她受張瑞峰的要求去把死者約出來 然後在死者不在的時候下來安眠藥讓她昏迷 那之後就一起把死者抬到住家了 他們抬回家之後是放在房間 兩個人在客廳 唐英突然看到周國欽文文成成從房間走出客廳 這時候張瑞峰就主動拿酒瓶罐攻擊周國欽 那她都在旁邊看 她從頭到尾都是說她在旁邊看 張瑞峰把死者拖回房間之後 她人也在客廳不知道張瑞峰在房間內對死者做了什麼事情 她也都不知道 這都是唐英在請尋筆錄否認所有案情一些所持 但她有認氣屍或者是認肢解這一部分嗎 肢解也是沒有 氣屍的部分她說她有 她跟張瑞峰提的那兩代出去 可是氣到哪裡她不知道 因為張瑞峰開到觀音某便利商店 就把她放下來了 所以她是在那邊等張瑞峰氣屍回來之後 他們才離開現場 所以她完全不知道到底氣屍的正確位置 可是她說在超商那邊停留 我們掉相關的件事情都沒有所發現 所以我們對她的說實 絕對當然都是存了懷疑的態度 既然這邊行不通的話 整個犯案過程 我們至少可以從張瑞峰那邊突破新房後 了解整個案發過程是怎麼一回事嗎 當時他們也算是隔離開來偵訊嗎 或許你們的這樣的好說歹說之下 也會有一點效果 最後你們所拼湊出來 他們所講出來的這個犯案過程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 從死者要去烤肉出門赴約之後 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從唐鷹跟死者接觸之後 他們買完烤肉 就開到住家社區外面 死者就出去超商買煙 唐鷹利用這個時間 在他的酒裡面下了四個案件藥 所以才導致死者有昏迷的情形 所以當唐鷹發現死者已經昏迷了 他才打電話請張瑞峰下來 一同把他的車子開去丟棄 再由張瑞峰開著自己的車 連同唐鷹一同把死者攙扶回社區 所以才有後面這些行凶過程 跟氣死的行為 當時你們有帶著張瑞峰 好像要去找尋他買鋸子那家店是不是 那找店的這個過程 要去模擬的過程好像並不是很順利 當時狀況是怎麼樣的 張瑞峰他在模擬行凶 或者是找尋大體整個買凶器 買鋸子這一些過程 他都是相當不配合 他都是遺忘的狀況 包含我們去產業道路找大體那些 他都是忘記正確的位置 之後我們到了五金行去看鋸子的 他也是說忘記是哪一家 那鋸子長怎麼樣也沒印象 反正他都是積極不配合 還好社區監視器拍的一清二楚 我們研判他買的鋸子 就是那種可以折疊的鋸子 類似那種木工在用的那種鋸子就是了 沒錯就是木工折疊鋸 對 那後來我們有找到他確切買的這個店家是嗎 後來也沒辦法確定 我們是依據監視器影像去認定凶器 疑似凶器 很遺憾 這間案子也沒找到任何凶器 是因為他在行凶之後 就把相關的行凶器具 丟到社區的子母車裡面 想也知道社區每天都在清理垃圾 而且他是丟在支援回收 我們也先試著去找 可是大海撈身相當的困難 真的本案最遺憾的就是沒找到凶器 如果有凶器包含到這些什麼菜刀 剁刀這些東西能夠有查扣的話 其實會更加完整 不過缺少了這些 但是我們有拍到他買鋸子的監視器 可能要拿回去 這部分其實也算是一個補強證據了 所以哪怕沒有凶器 也可以拿來當做一個輔佐 那就在起訴之後 後續也很快開庭了 我這邊也來講一下後續的判決狀況 開庭的時候 也由於前夫張瑞峰 對於案情算是交代的蠻仔細的 整個案子的殺人過程環節 其實在法院判決上並不難梳理 但是唐英開庭的時候 就跟法官說不是這樣的 是前夫亂講 他們原本並沒有事前計劃要把男朋友殺死 是因為昏迷之後 害怕死者會跟警方報案說他被軟禁 被下藥 所以才會臨時起義拿水果刀 跟前夫來殺害男友 所以什麼事前計劃 那個都是前夫亂講的 所以他的說法重點就是臨時起義這四個字 因為臨時起義跟欲先謀劃殺人 雖然都是殺人 但是在刑度上是會有差異的 可能唐英是要去閃避這樣的一個刑度差異 所以有了這樣一個說詞 但是法官去比較采信前夫的說法 前夫跟法官是這樣說的 唐英告訴我他被男友欺負 被性侵導致他受傷 一開始在五六月我聽說的時候 我只有覺得很生氣 但是在七八月的時候 唐英又跟我提起了這件事情 就討論說要把男朋友下藥迷婚 那一開始的用意他們只是說 要給男朋友一點教訓 就是囚禁或是打他 讓他失去工作的能力 但後來他覺得說 如果男友承認性侵的話 就表示他有悔意 我們就只要教訓就好 但如果否認的話 就表示沒有悔意了 就把他給殺掉 有點像是這種法官的感覺 他們兩個就是法官 反正你不承認 我就是直接定你生死了 他後來又跟法官說 捉過欣喜人的時候 他說他想要回去了 我就問了他兩三次 他有沒有欺負唐英 但周國欽否認 然後我就拿刀子去砍周國欽的頭部 然後就一直砍下去了 同時唐英有拿刀子 往周國欽的背後去捅 有了這些證詞之後 加上唐英開庭的時候 不斷的否認自己有殺人 他堅稱都是因為前夫跟男朋友吵架 他只有拿水果刀 刺了男朋友背後一下 他只有承認一下是他刺的 其他都跟他無關 所以法官認為說可見 那都是唐英他為了脫罪 謝澤所說出來的辯解 所以選擇不踩心 那麼到底有沒有所謂 因為這個所謂的10萬塊債務 要脅性侵甚至拿裸罩來相逼 逼唐英說你要配合我 跟我發生性行為這樣的狀況 由於這就只有唐英單方面的說辭 所以法官難以認定說 唐英是不是真的有被性侵害 沒有另外一罩 另外一罩也死掉了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很難查證的 也沒有什麼驗傷紀錄 不過唐英他自認為 那一次他被載到汽車旅館的性行為 是違反他的意願的 而那也成為了犯案的主要動機 這一點法官是才信的 至於唐英說 這個男朋友有拍攝他們的 性行為照片的癖好 他因為難以忍受 所以想要分手 原本覺得這些信奈照片 或許是一個關鍵線索 但是前夫後來也跟法官講說 他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都已經把死者的相機以及攝影機 全部都把它摔碎了 把它摔毀了 記憶卡也都全部拿出來丟棄掉了 所以法官也無從得知說 到底有沒有這一些性愛照片 就是所有的證據也都沒有了 那電腦裡面有沒有呢 電腦裡面我們剛前面有講到 因為檔案被加密的關係 需要周國欽他的活體指紋才可以解開 我們儘管電腦有送交刑事局那邊 試圖要去解密 但是刑事局那邊也無法解密 所以這一部分法官也無從得知 最後一個關於這個10萬塊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這10萬塊 其實前夫曾經有聽唐英說過 好像有一筆這個10萬塊的債務 但他原本都沒有聽唐英說過 因為這樣子被迫發生性行為 法官為了查證 到底有沒有這10萬塊的債務 因為沒有白紙黑字也沒有簽什麼本票 於是就調閱了唐英他的信用卡帳單 發現唐英那段期間 他的信用卡繳費都很正常 他也傳喚了唐英的房東 證明說他的房租繳交也都是很正常的 每個月的租金也都有交 所以認為一般來講 如果你真的是會因為這10萬塊繳不出來 你很受迫 你就必須得用肉身償還 被迫發生性行為 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怎麼會信用卡 你也可以正常的去繳 房租你也可以這樣去繳 就覺得不太合理 所以法官是因為這樣子認定說 所謂的10萬塊 就聽從他的去發生性行為這樣的狀況是沒有的 所以法官也不予采信 算是一個比較透過間接證據的方式 去否定掉這樣一個說法的 最後法官認定 雖然兩個人都有去寫什麼道歉信 以及抄寫佛經 想要去跟家屬和解 但是家屬是不接受的 遭到退回 所以最後法官考量到他們兩個人的手段都很兇慘 世人命如草芥 還讓死者死無全失 添加了被害者家屬的傷痛 如果去判有期徒刑的話 實在是太輕了 雖然他們兩個人 唐映以及前夫 他們都沒有前科 塑形算是良好 但是難保他們不會再因為 跟這個案件類似的感情糾葛 再一次犯案 像前夫就是 他這麼樣的去愛自己的前妻 很難保說會不會因為官短短幾年出來 他又沒有受到完整的教化 又再次犯案 所以希望說他們可以跟社會隔離 在獄中好好接受教化 因此一審跟二審都判處了兩個人 無期徒刑 最高院最後也駁回了上訴 全案就這樣確定了 好那當時媒體就有形容 我這個唐映是蛇仙女 那我其實感覺 其實跟媽媽嘴案的謝伊函一樣 因為感覺他說了太多的謊了 所以到底真相是什麼 我們也就不得而知的 說不定唐映他真的是被害者 說不定他真的被強迫拍了一些性愛照片 那對方拿這些性愛照片威脅他 你不能夠分手 那甚至又這樣子去性侵了他 所以他才復仇謀劃此案 讓整個我們所理解的案件 動機更加的明確 說不定真的是這樣子 但有可能因為他說了很多謊 他可能只是一個公於心際的 超級蛇仙女 然後不知道從哪邊掰出了一整套說詞 然後去欺騙了自己的前夫來 殺害掉自己的男朋友 可能只是因為他不想還那10萬塊 又或者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樣的原因 才把他給殺害掉 不管是怎麼樣 總是他所說的都已經不再被人相信了 因為他說了太多的謊了 我是這樣子想的 鄭中哥你是怎麼看的呢 他所有的犯案動機一定都有 可是最後一樣是導致死者死亡的結果 這才是結果論 他的殺人罪殺人故意 這些是事實 本案唯一遺憾就是他說的他的殺人動機 我們沒辦法一一去證實 是這樣 對沒有錯 這個殺人動機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裸照 因為這個解密的關係 事實無法解密 也就這樣子算是石沉大海了 但總之還是有判處無期徒刑的 也算是還給了被害者家屬他們一個公道 但我想對於死者的妻子來講 這樣的一個判刑 又或者是得知到這個所謂的真相 對他來講我覺得都是很難以接受的 所以也希望他們在後續都可以去平復掉自己的傷痛 好那麼在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鄭忠哥你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 臉書 以及YouTube來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